大家好 我是苏卫荣 欢迎收看ET Today行动法庭 一人鸡排妹郑佳纯爆料 在主持尾牙的时候 被金曲歌王翁立友心骚扰 整个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现在双方是各说各话 针锋相对 都说自己是受害者 而网络酸民也加入了战局 有的大赞鸡排妹很勇敢 有的批判她炒作新闻 风波看起来仍未平息 鸡排妹事件除了涉及性骚扰的 法律问题之外 也凸显了台湾社会的 性贫观念问题 今天行动法庭会深入讨论 我们欢迎来宾 妇女新知董事郭一清 郭律师 卫荣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心理师周婷芸 大家好 还有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卫荣好 大家好 三位好 我们先来看看VCR 先来看看VC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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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刚才的VCR 我们马上先请教一下郭律师 在法律上什么是性骚扰 那肢体接触和言语的这种骚扰 都算是性骚扰的一种吗 是 在针对性骚扰的行为分类上面 我们先简单的 先不要讲法律的定义 先简单讲行为的部分 其实性骚扰是分为言语骚扰 肢体骚扰 视觉骚扰 还有性要求四种 言语骚扰 肢体骚扰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视觉骚扰就是 例如说是发送这个黄色的图片 或者是在网路上上传这个性私密影像 那另外性要求就是一个双方互加 就是有一个交换条件这样子的 一种互相的一个 对 就是有一个互相的要求 那在法律上的话 法律上原则上是分为这两种 一个叫做交换式性骚扰 一个是敌意环境性骚扰 那交换式性骚扰跟敌意环境性骚扰 它共同的地方是 都必须是要和性或性别有关的言语或是行为 那交换式性骚扰的话 重点就是明示或暗示一个交换条件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所谓敌意环境性骚扰 就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 这个言语骚扰 肢体骚扰这一种 那会造成其他人认为有敌意 被冒犯 然后被胁迫等等 整个来讲就是会让被害人感到不舒服 那他这样的不舒服会干扰这个 或者是侵害到这个被害人的权利 这种是法律规定的性骚扰的态样 那比如说我们这勾肩搭背 或讲皇室笑话都是算性骚扰了 对 就都有可能会成立性骚扰 那规律师 那鸡排妹他是控说 他在尾牙场上这个被歌手 这个only有这个摸臀 要电话 跟改歌词 改歌词说 从这个恨你改成想你之类的 其实在职场上面 如果碰到这种摸臀要电话 严于挑逗的这种方式 这都是算性骚扰吗 职场上的性骚扰 他又有哪些形态呢 其实性骚扰的形态这个部分 在各个虽然说处理性骚扰的一共有三个法律 处理一般性骚扰 三个法律 对 一般性骚扰的性骚扰防治法 然后处理校园性骚扰的性别平等教育法 还有处理职场性骚扰的性骚扰防治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 对 这三个是有处理到所谓性骚扰的部分 那他们的态量大概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两种 交换式性骚扰 敌意环境性骚扰是一样的 那我讲的这个行为态量也是刚才讲的像 言语啊 肢体啊 视觉或者是性要求 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它不一样的只是在这个发生的环境 还有发生的人的身份 最主要不一样的是在这里 那性骚扰它是以这个行为人 就是性骚扰这个人 来它的这个有没有主观的意图去骚扰别人为主 还是说是以被骚扰的人 它的主观的感受为主才来认定呢 这个 这个其实 不管是在学说上面 或者是这个 在这个实物上面 法院实物上面其实都有讲到 其实这个所谓性骚扰的行为 主要要看的是这个被害人的主观感受 还有它的认知 所以被害人的这个想法是最重要的 被害人的想法这点很重要 对 那行为人是不是有性骚扰的意图 并非所问 这个是几乎是所有在处理性骚扰的 不管学说或是实物上见解的一个通说 是对好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再深入讨论这一部分 然后法院的实物啊看法是怎么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亭云跟代议员 就你们认为性骚扰对于被害的男女生来说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层面的影响呢 有关于这个部分呢 其实因为我们蛮常在临床实物上面 会接触到这样子的可能有被性骚扰的一些男生女生 来做一些说法 其实很多时候发现到在当下的时候 大家都是没有反应的 这是一个蛮正常的状态 大家都没有反应 就是说被骚扰的当下 大家其实都认住了 就像鸡排妹自己说 她是被认住了一下 对对对 都是认住了 然后不知道说现在是什么状况 她这样子摸我到底是 我们会解读太多了 好像有点不舒服 但又好像有点奇怪 但我这样讲出来别人会不会觉得 我好像就破坏气氛或者是什么 对 然后接着才慢慢在一起思考说 好像越来越不对劲了 她好像摸上来的地方让我好不舒服 等到整个这样骚扰结束之后呢 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才会开始情绪下来了 那个紧张跟害怕下来 开始思考我的天哪 原来她其实在对我就是做一些性骚扰 然后那个不舒服的东西 就会开始不断的堆叠 那这是一个单一事件在讲 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职场上面 性骚扰是一直层出不穷的 她可能一次两次三次次 可能是来自于相同的人 那这样对于这样子被骚扰的人来说 她晚上就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直在思考说 我明天又要碰到她了 我好不舒服哦 那我怎么办 我什么方法可以躲避 我好像跟别人讲 别人也都好不相信我 那我到底要跟谁讲 我要怎么解决 这样子一个恶性循环思考的状态下呢 其实常常会让好多人 其实是情绪上面会变得有点忧郁 焦虑甚至于是失眠 对 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们非常多的心理层面的 对 可是我们在职场上几乎常看到这种心骚扰 而且有时候 现在虽然是被害人的感受 但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这个文化环境上面 是不是也有促成这样的一个 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对啊 这个好像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社会的规则 还是一个社会的气氛 有时候常常在职场里面 会对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开口讲一些黄色笑话的人 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在炒热气氛 对 可能是在跟我们表达说 我好关心你 我拍拍你 那或者是呢 我牵牵你的手 我揉揉你的肩膀 对 这些一些动作呢 可能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成为是说 我只是在提供了我的一些关心 我的一些好感 可是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对面的人 他在接收的时候 他的感觉怎么样 是 对 那常常其实你会因为每个人 对于一个解读的不一样 所以常常会蔓延出其他不同的事情来 对 今天上午还有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男生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们这集是很想邀请男生的 刚好实在是不曉得是年假的原因 快要到年假的原因 还是说是这个议题 男性很可能觉得很尴尬来谈 就没有办法邀请得到 这个我们也都很坦诚的说 那刚好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他觉得是说这整个事件 其实未必是一个性骚扰 从他们男性的观点 他很可能只是表达一个善意 而且他们是男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动作 他们自己不认为是性骚扰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不要有偏执的这种可能性 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 那我自己也能够体会到 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工作 也常常会有碰到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 老实说 这个 这些 他们其实做这些动作 其实他们可能也未必是有恶意 但是对于被摸的人 他可能心里真的是不太舒服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这种社会文化 常常很习惯让他们 已经是视为理所当然了 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什么 那或许他们是真的没有恶意 可是对于这个被摸的人 很可能真的心里上面不太舒坦 这种是不是我们文化 有已经惯 有点惯坏了他们呢 这种可能性呢 因为肢体碰触其实是一个蛮常 可以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方式 比方说我们女生跟女生之间 我们可能拥抱 牵牵手 对然后在说话过程当中 拍拍对方的肩膀 这都会让人家觉得说 其实你有在关心我 让我觉得很舒服 可是因为就像刚刚卫荣讲的 那个里面其实交杂了太多 可能是性别 你可能是男性 我可能是女性 你可能是长辈 我可能是下属 那这种那种关系的里面呢 就会变成没有那么单纯 这种权势关系 权势关系 对对对对 那甚至于说 可能有一些人真的觉得 OK啊 那你可以这样稍微碰碰我 那我也可以获得一些好处 好像也没有不可以 对对对 对就是每个人 对于这样肢体碰触 都会有他的一个解读下来 对那就形成了一个 像好像是拍拍手啊 或是什么 是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方式 对对 议员您的看法呢 其实我最近在选须里面 大家也讨论了还蛮热烈的 那我觉得男生 他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其实他突然发现 他以前习以为常的那些动作 好像女生是不喜欢的 他突然有点害怕 不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 所以你会看到 比较多的男性 他可能会为男性去做辩护 那我想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确实 当女生没有跟你说好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不要动手动脚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 把标准是拿到最高的 就是说 你就设想 如果今天这位女性 可能是你的女儿 或是你的妻子 或是你的伴侣 男女朋友 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如果有人对你的 这样一个亲密的伙伴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开心 就你会不会担心 他现在会不会发生 一些心理上的情绪 那你用这个角度去判断的话 我相信 就可以比较能够去拿捏 彼此之间的一个肢体上的语言 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像我自己也常常 就被性骚扰 还蛮常遇到这个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 其实就跟刚刚心理师讲的很像 当然一开始就 我们会感受到害怕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这个情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其实性骚扰有很多层次 有可能是陌生人 有可能是熟人 甚至是刚刚说的所谓的 全市关系 有上市跟下属 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客户 或者是老板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其实身为身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第一时间发生 大家一定会害怕 不知道我要做何感想 我要怎么去行动 那接下来他可能在现场 他完全就是安安静静的 那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感到内疚 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在当下 好好的保护就我自己 我当下为什么没有 就没有反击 那甚至是会后悔 会开始有这种后悔 内疚的情绪 就觉得那我是不是从此错过了 为我自己伸张正义的这个机会 那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状况 可能就会有焦虑 害怕 担心 或是像刚刚心理师说的 可能失眠等等 或甚至是会对自己的身体 产生一些种排斥感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我可能长得太漂亮 比如说鸡排妹 她可能有非常漂亮的S曲线 她甚至会害怕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我的S曲线 让别人好像对我想要 有这种性的这种触碰 那我觉得反而会变成是 有点讨厌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 其实长久以来对女生来说 会累积成是一个压力 那所以在这个社会上面 大家真的不要认为说 好像拍拍一个肩 或稍微给你搂个腰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时候她没有说好 其实她的压力都藏在心里 藏在她的笑脸之下 但实际上真的不是男生想象的 好像她好像给你很好 对 郭余医师你要补充吗 好 这个刚才有讲到 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 对性骚扰的一个见解 对性骚扰的一个见解 那至于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好像是以被害人主观感受为主 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见解 其实有讲到 就是说因为每个人 这个写得好像很尖色 可是她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要怎么样跟别人互动 然后要跟别人要到亲密 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每个人自己都可以决定的 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你自己的想法去觉得 你自己觉得可以 别人就一定觉得这样就可以 对因此为什么就说 这个是以被害人感受为主 其实是这样 那出发点是一个尊重的概念 其实我想要举个例子 大概前几天 大概上个礼拜吧 在那个珈乐福 不是珈乐福 在那个明湖店的这个全联 有发生一起店员去性骚扰 就是客户的这个事情 那其实那个事件 其实非常难以搜证 只是刚好被摄影机拍到 就那个店员在妈妈蹲下来 挑物品的时候 她就把手这样伸过去 轻轻地擦过了她的臀部 然后其实当下那个妈妈 非常的紧张 而且她有点担心说 惊吓到了 对是不是我误会她 她可能只是经过我 可是她后来回家 思来想去觉得好像不对 所以才后来去掉了这个摄影器 然后后来她当然也是有申诉 到整个全联的系统里面 就是说就是她在这边 经历到骚扰等等 可是这个店 不但没有去通报 这个所谓性骚扰的机制 她也甚至跟这个妈妈说 其实是这个店员平常走路 就习惯手这样摆着这样经过 对所以 就我觉得性骚扰 常常会面临到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受害者 很难去阐述自己的经验 除非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如果今天没有被摄影机拍到的话 基本上这件事情 可能就被定义下来是说 这个店员只是手经过她而已 不是有意要触碰她 所以我觉得受害者 经常会面临一个 她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呈现出她确实受害的这个情况 那也很容易在叙述的过程中 造成二次伤害 因为她要不断的去诉说 可是诉说之后 别人又不一定会相信 就像鸡排妹她可能 也许她真的就被骚扰了 可是当下没有任何的摄影镜头 对着这边 或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是证明彼此间有这样的对话 那自然社会大众 可能就会对这个事情 抱以一个比较疑惑的问号 那其实有的时候 在产出的过程中 确实会造成很多的二次伤害 对 那回到这种证据认定的问题 在性骚扰案件的话 在法院上面 她的证据上面认定会不会 她是严格还宽松 因为鸡排妹她自己就说 她这件案子她不会去提告 因为她自己有打过官司 她知道证据的很重要性 在法院都讲求证据的 她今天双方现在是 各说各话的局面下 这怎么认定呢 就是这个性骚扰的 这个证据的认定 其实要看她是走什么样的责任 因为性骚扰有一种 最重要的责任 最重的责任是刑罚 那但是也有所谓这个行政法 也就是只是罚罚还的 这都是性骚扰防治法的规范 那但是在性别工作平等法 跟性别平等教育法 也就是职场性骚扰 跟校园性骚扰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处罚的 没有罚则 对 它其实是没有国家来的罚则 它只是要求约束雇主说 如果性骚扰成立了 你要对被害人要有一些 包括检缝啊 或者是降纸 对加害人要对一定的处分 对 要有一定的处分 那校园的话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对这个人 这个行为人这边有一些 一些跟国家没有关系的一些处分 比如说寄过之类的 那因此呢 为什么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认定的 也不能说宽窄不一样啊 那但是就是刑罚类型的性骚扰 其实它就是特定的一种 就是突然的去摸人家的隐私部位 或是突然去亲人家 抱人家 这一种才是有必须要有非常强烈 非常明确的证据的 那另外我刚刚讲的几种 比如说是这个有罚还的 或者是甚至连罚还都没有的 那这种是进到法院的话 通常都是指民事上面的 请求损害赔偿 对 那在损害赔偿 那这个证据要怎么处理呢 原则上其实就是只要有拿到 这个性骚扰成立的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这也是地方政府是有一个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对 那不管是学校 学校也是依据性贫乏 也是必须要成立这个校园 就当成去申诉 然后这个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来调查 对 要组这个性贫买会来做调查 那其实雇主的话 其实够大的雇主的话 30人以上的雇主 原则上也应该要有这样的 至少一个小组来做调查 那只要不管公司 学校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有给出这样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本身就可以当成一个证据 那拿去法庭上请求偿 是 所以未必如同姬排妹所说的 他如果提告 他说也没有证据 很难去认定 他说的提告可能是刑事 刑事 那刑事当然是困难的 对 对 不过我在法院看过 这性骚扰防治法的案件 因为基本上刑事案件是属于法官去认定事实 那当然有您刚刚所说的地方政府 所提出的这种报告 就性骚扰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的报告 那法官可能也会衡量旁证 就佐证其他人的说法 然后再做认定事实 所以也未必是说 你真的自己觉得我没有掉到录影带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 我怎么样 我可能赢不了官司 其实也未必 也未必 其实主要是看这个被害人 他事后的反应 那所谓的事后并不是当下 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当下 被害人就必须要有他一定的反应 很多人都误会这样 很多人都会这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那个观点 所以性骚扰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事后回想 你被害人事后回想 我真的觉得我被性骚扰了 你再去申诉 所以是以事后你当下那种感受为主 你回想过去 对 是的 那我们就最常说的就是那个 馆长的那个案子 哦 馆长的那件案子 对 他那个案子 其实他也是整个被性骚扰了 整整五分钟以上 他整个也是愣在那里 所以因此在这个被性骚扰的当下 大家愣住这件事情 其实是最常常 是正常的 对 是正常的 这个反应是正常的 那你事后回想 你真的是被性骚扰了 是 OK 好 那鸡排面说他过去上节目的时候 曾经被综艺大哥压暴 压胸式的拥抱 我们来看看曾国诚的说法 选明星公月的时候 对啊 他说你对他那个拥抱极胸 就抱得比较用力 我可能很抱歉 我的肚子可能比他的胸部要再大一点 所以 然后他对于我表达友谊的方式 如果不太习惯的话 其实明说就好了 不需要认为我们 不需要 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 在我的世界里也没有男女老友 我对任何人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 当然人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 或许有心情上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 我不晓得了 但是我们不用随之习武啦 这没有什么 我们怎么可能在自己做的 什么忙碌 在自己的工作 已经忙成这样子了 然后还要再 还要再 关心这情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从有您的印象对他拥抱过吗 不记得 因为我们来的来宾几乎 我只要认识 除非我完全没见过你 我只要认识 我多半都会有一个 很有意的拥抱 我看时间可能来不及 下次见 下次见 对不对 我来不及 还会机长呢 在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 什么星空队 我记得 只要答对的话 一过关了 很兴奋 都会跟对方机长 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哥 他特别想说 疫情期间 他觉得机长还不妥 要不改成 就是撞手 撞手好啊 你看我现在都在撞手 那整个你会觉得委屈 还好啦 出逃了快30年了 这为什么好委屈呢 就是人家 人家解读错误 给他叫他放宽心就好了 这刚刚曾国成的说法 他是蛮幽默的一个回应 不过 我觉得这个案子 这个他的说法当中 会让我们有一些模糊之处 我想请教一下三位 你们对他的说法如何的看法 还有另外有关于这种 礼貌性的这种肢体接触 他所说的 他是很 他是一个有仪式的一个拥抱 礼貌性的一个肢体接触 和性骚扰之间 他是不是有一条界线 这条界线要怎么画 那不过我们在文化上面 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很热情的话 也会这样的一个拥抱 他真的算性骚扰吗 我到底这种时候 我该怎么样子去看待 他到底是哪一种 对 我是觉得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为什么是以被害人的感受为主 因为这个大家对拥抱的这个想法 真的是不一样 那甚至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针对这个突然抱住人家 这件事是的确是有刑事责任的 这是必须要 性骚扰防治法 你突然去拥抱人家 你这是有刑事责任的 那在这个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针对刑事责任部分 最主要是三个 一个是突然去摸隐私部位 然后突然亲人家 突然抱人家 这跟我们礼貌性的拥抱不一样吧 但是这个到底 拥抱到底是不是礼貌性的 这件事 每个人的认知真的是不一样 我看法院有过案子 他这种所谓的拥抱 他是用耳冰撕磨的方式 这种方式 他已经不是我们文化上面 表达很热情很高兴 很久没看到老朋友 这样子抱一抱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他是用耳冰撕磨的方式 会故意的挑逗的方式的一个拥抱 是 所以那种方式就 才是达到性骚扰的一个程度 对 那田芸你有补充吗 好 就是有关于刚刚那个 立即性的 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回应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想要让大家知道 刚刚律师这边有稍微提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管是 当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立即做反应 我们可能会再隔一天两天 甚至于一个月之后 或是一年之后 才会去对这件事情去做一些阐述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 会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不停地去出现 包括是我刚刚有略提到一点是 我讲了有没有人相信我 对 那我讲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举证啊 我要怎么样去把我具体被骚扰的过程中 做一个清楚的描述 如果我过程中断断续续 别人一定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有假 那再者是如果是职场上 骚扰到我的人 可能是我的同事 有可能是我的长官 那这样我讲了之后 对我的工作 对我的同事 其他人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不会造成原本大家可能 有一个project要去完成了 但是因为我这样提出来了 变成没有办法继续完成 那再来就是说呢 有可能是被威胁 或者是害怕说 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 有可能呢 会被到恐吓等等的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好多种因素都会让受害者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反应 对像刚刚提到的馆长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连他像这么高壮的男生 在遇到骚扰事件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吓一跳 甚至我可以容忍他五分多钟以上 到他离开为止 对那等到之后的 所以不是只有女生不会被骚扰 男生也会被骚扰 是是是 对而且职场上 其实男生也蛮常被骚扰的 对会被一些女性讲一些言语 他们也是会受到不舒服的感觉 对对对 议员有补充吗 是其实我觉得说彼此间的互动 当然就也是要以对方作为就是标准 最好是以女性作为标准 因为我觉得女性的一些肢体的这个表达 其实还是会比男生在稍微在限制就一些些 那我想刚刚曾文也讲得很好 就是比如说几掌啊 或我用就用手肘碰啊 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比较礼貌 所谓礼貌性的肢体语言 但你说拥抱这个东西 确实对每个人的身体界限真的不同 像我个人就没有这么爱拥抱 但如果是女性主动的话 那男性本身对于这个态度也觉得OK 那我觉得彼此之间互相都可以接受这样的身体界限 我觉得就是好的 就我觉得也许男生可以试着让女生来主动 而不是自己主动去做一个 可能会有可能会模糊这个空间 或甚至是越界让人家不舒服的举动 我觉得这样是相对安全的 对好 再来请教三位 曾国成说金牌妹如果不舒服可以明讲 那也有人说可以当下斥责立刻制止 但是被性骚扰的人他当下他是真的能够即刻做出反应 或者是严加斥责吗 我看到的几乎都是不可能 尤其是这个双方有在认识的情况之下 这个要即刻说出来 其实那是一个让双方都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很难立即说出口 大概都是必须要脱离那个环境之后 才有办法渐渐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是 您从专业上看呢 好 举个蛮跟 蛮一个例子好了 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是绿灯 突然间所有的车都跟你停下来 那你要往前走 还是要停在那边跟大家一起等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遇到不常发生事件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动作大脑会先停下来 去开始分析这件事情 对 我们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思考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我们常常可能会让 正在对你性骚好的人觉得说 你可以接受我这样性骚扰迷 所以他就会继续去摸 或者有一些行为人他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他答应我继续摸啊 因为他也没有当场就阻止我嘛 所以我就继续往上摸了 对 那我可能还在思考 也就是在这个思考的片刻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会做越做越过分的事情 那等到我可能真的离开现场之后 我才去思考这件事情是 他刚刚这样摸我 其实我想的就是对的 他真的就是在性骚扰我 对 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真的很难 会在当下有一个立即性的反应 再聪明的人 再动作快的人 或是再壮 或是再有再练身体的人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 我在法院看过很多性骚扰的案件 很多都是公车上发生的 过去公车上或捷运上发生的 大部分就是 这可能骚扰的人 就有时候在公车上 就故意靠近这个 一个站的一个坐着 就故意靠近这个坐的女生 或者是在旁边拥挤的时候呢 就给他摸他大腿啊 或摸他什么之类的 那我曾经看过一件案子 大概是在公车上那个女大生呢 大学生女生 他就是被这个旁边的男的 就一直靠近他后面 然后一直顶着他 然后这个女大生就火大 然后这个男的还 后来给他偷摸一把 偷摸一把他的胸脖 这女生还满反应很快 大叫 司机停车 马上要求司机停车 开到派出所去 那这件案子还提起了一个 就是性骚扰防治法 提起高速 那后来法院也判了 那我记得法官在这判决书上 就大家赞扬这个被害人 就提起高速这个女生 就说这样的一个行为 在你在遭受这样的一个 这个性骚扰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勇敢的去 这个马上大叫 然后要求司机开到这个派出所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对非常罕见 那我们看到案子 几乎在百件 恐怕才有一件是这样吧 所以确实如果你要当下去 做一个及时的反应 斥责停止很难 是真的是比较 心理上也比较有点难 那议员你有没有要补充 就我觉得针对陌生人的话 应该比较容易及时反应 因为他跟你完全没有连带关系 但我们很少听到说 在一个聚会上 或在一个公司的场合 你会这么主动的说 就我被性骚扰 通常都是迎人好一阵子之后 才会去决定要去报案 或是决定要去申诉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 骚扰你的对象 可能也是会有这个 所谓的速度的 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像我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下课穿着短裙 然后要准备要去 那个打火车的大厅 然后大厅有一个非常长的 这个所谓的手扶梯 那在那边就有一个 另外一个高中的男生 偷拍我的裙地 其实我当下就有发现 但是就我想抢过他的相机 可是就我没有帮他抢 所以在那个打斗的过程之后 他就往上逃 但我大喊说 这个人在偷拍我 有色狼 可是周边没有一个人来帮我 所以我觉得 没有一个人 没错 是一个非常悲伤的经验 就是当下觉得 我已经喊出来了 但是社会上没有人要救我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社会上 如果有更多人去 愿意去协助 受到性骚扰的女生 那我认为这个 未来会有更多的女生 愿意很勇敢地站出来说 他真的就被骚扰 那这个行为 也有可能就被遏止 等于说在社会上的风气 如果大家都知道 女性是愿意讲出来的 那其实后续其他人 被受到骚扰机会 可能就会降低 对 那曾口成呢 他在录制一代女王的时候 他有说到 就是说他认为 翁立友的这个 要电话的这个举动 跟金牌妹要电话举动 是很正常 他还说 就是像我们会跟女艺人说 你身材这么好 是不是喝很多青木瓜 似乎乌乙 他也说这个是互动正常 如果你不会聊天 就不要出来赚钱之类的 这样的话 像这样的一些说法 在职场中 我们其实是常常听到 甚至天天都会遇到 那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聊天 不算是性骚扰 尤其许多男生都喜欢这个 常常在讲黄色笑话 但女生听的这些话 很可能会感觉不同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你们 对于这些言语 类似的言语 它是不是构成性骚扰呢 我要说 其实像这种顺口 或是顺手 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是性骚扰 尤其是认识的人之间的 性骚扰一个最大的来源 那我有这样的习惯 说这样子的话 那以前没有被反映过 但是这不代表 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 那为什么 所以我还是要再三强调 就是针对性骚扰的认定 为什么会是以被害人 感觉不舒服 这个为最主要的一个判断依据 因为很多人很习惯 就是顺手去碰触一下 我不要说摸一把 顺手碰触一下 或者是顺口就讲出来 他觉得他自己认为很有趣的话 对 婷芸 你在实务工作上有没有碰过 对 其实实务工作上 也蛮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真的蛮多的人会觉得 他们可能开一些黄色笑话 或是讲一些这些内容 会是一种炒热气氛 拉近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其实我觉得 不是要特别针对男生 或者是女生去做一个说明 而是说其实这些话语 每个人听的感受都不一样 可以达到好效果 好笑好玩的方式 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靠性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更多是 大家对于性教育这件事情上面 有很多的不能够理解 他们会觉得 我刚刚欺慕瓜素饮这件事情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是相对于很不舒服的 尤其是在女性这个部分 那不要讲女性 男生也会被开一些无聊的玩笑 对 那可比方说小鲜肉 或者是汗草酒后 那我们常常也会听到 其实会直接跟我们反映说 蛮不舒服的 那这种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是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也要让亲疏远近的人 如果比较熟悉 也可以让他知道 你这样真的让我很不舒服 对 议员 言语上我们是比较常听到 就像刚刚就是 心理事说的 其实它就是个 炒热气氛的工具 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东西 实在已经不同了 大家也要知道说 其实这些笑话并不好笑 那有时候你其实反而会 不小心搓中别人一些点 那我想在讲话上面 我想话就好好说 那这种开玩笑的话 就留在自己 真正是好朋友的场合 就在说就好了 对 那接下来要请教议员 你在跑选举 你应该会常常会碰到这种 被性骚扰 不管是言语 或是举动上面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就我觉得在我这些选区还好 就我选举在板桥 那我觉得我们的选民 其实都还蛮OK的 我是比较少遇到 在选区内的骚扰 那顶多是 我有遇过就是说 可能握手的时候 他会想要扣扣我的手心 或是要握得比较久 不想放开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想办法 就要脱逃 或是要跟助理打个PASS 来救我们 那当然我们比较常遇到 就是说可能在一些参会上面 那可能会遇到就是 大家就是硬是要要 就是跟我们要LINE 要联络方式 那不要 就不让我们走的这个状况 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是种性骚扰 不过其实某个承诺 他也是 是一个他其实前提 是想要跟你做好朋友的 那个前提 去跟你 想要跟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那我想那个确实 对我们本身来说 确实不舒服的 我就是不想留给你 那你应该要尊重我 我想我们比较常会遇到 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接下来要请教三位 就是说男女之间 对于是不是有达到 这种性骚扰的程度 会不会有认知上的不同呢 我想这是一定有的 尤其是那种顺手或顺口 做得太习惯的人 我们不一定要说男性女性 那男性其实主要是 在文化上面 很多男性就是会觉得 比如说用性有关的 这个动作或是言语 这个就像刚才两位讲的 这样才能够拉近这个关系跟距离 那甚至如果是在异性之间的话 男性可能觉得这样我比较受欢迎 有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 他们如果开一点黄色笑话 他们好像觉得他们蛮受欢迎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认知上面 是一定有差距 所以为什么性骚扰是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性别暴力的原因之一 那所以男生女生的感受 的确是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对那会不会导致 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上面 因为这个男女感受大不同 女生会觉得被骚扰 男生就始终觉得 我并没有骚扰你啊 我那个不叫骚扰啊 对但是 这样会变成在法院实务 或者是在这个 你们在性骚扰防治 这个委员会认定上面 你会不会比较难认定呢 我们原则上是不去看 我刚才的手版也有讲到 就不看家害人 行为人 很多行为人会说 我又没有要性骚扰他的意思 对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在做性骚扰认定的时候 不管是性骚扰防治法 或是职场性骚扰 或是校园性骚扰 这一点都是不看的 不看这个行为人 他到底有没有性骚扰的意愿意图 完全不看 对只有在那种跟刑事有关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然后突然抱人家 突然摸人家 突然亲人家 这个状况才是必须要有 这个性上面的意图 否则其他的 比较小的这种 比较轻微的这种典型的话 都是不会去看行为人的意图 对 婷芸有要补充吗 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关到 其实在社会里面 其实位高权重的人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以男性为主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常常在职场上面 发生的一些骚扰东西 好像都是以男性 就是被控诉的比较多一点点 对 那其实不是说女性不会有 那其实有时候 角色反过来的时候 男生也可能会反映说 女孩子会给他这样的感觉 对 对 因为其实呢 有研究去证实出来是真的 就是我们人呢 如果觉得自己权力 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解读成为 对方的一些中性的行为 其实是带有一些性爱心 跟性意味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觉得 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觉得对方 对我们有好感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有一些肢体语言的碰触呢 其实有点像 刚刚议员提到的 要知道对方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就不要去超越 那个界限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也觉得 性评教育很重要 这是我们在推的 那我就随着小孩子 他们的课程里面 越来越多这个内容之后 其实我觉得 新一代的孩子 对于尊重彼此 或尊重这个不同性别 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大的进步 但我觉得在长辈的这一块 或说没有受过这样教育的人 没有这样概念的人 他确实真的很难去拿捏 就是像我在地方上跑 也确实有人会觉得说 就摸一下是会怎样 那这个样的言语 其实你要说他不对也不是 因为他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那应该说我们要怎么样配合 也许是大众的媒体 像我们今天这样 这么优质的节目 去给大家一些新的观念 那我觉得也许 大家就会慢慢做一些改变 对 期待 那我们来看看民众 对鸡排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鸡排妹有被翁立友性骚扰吗 我觉得应该有 因为他自己觉得不太舒服了 曾果成我不知道欸 感觉他是被扯出来的人 如果发现性骚扰 你敢不敢立刻大声斥责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忍一下 到受不了才会 这种事情各说各话吧 反正他说有那就提告啊 提告不是最有力的证据 然后对这个 如果说他有真的 有对他性骚扰 那就让法院来判决嘛 不要在这边各说各话 我觉得他如果认为 他当下的体验是不舒服的话 那就是有 如果发生性骚扰 敢不敢立刻大声斥责客 我可能不敢直接说出来 可是可能会寻求 就是旁边的人的协助 可能当事者不舒服 那可能就会构成性骚扰 可能他讲比较明确 他觉得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 那可能其他人去跟他做接触的时候 就是说我不喜欢被别人碰肩膀 或者是我不喜欢就是 就觉得连碰手都不行的话 那你可能要自己先讲清楚 然后再去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觉得可能其他的 像欧立友 他可能觉得对这个异性是可以 可是对其他异性是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两边都要检讨 我之前当兵的时候 就有一次 他的性向是喜欢男生的 然后就会拍一下你屁股啊之类的 然后一开始就觉得没事 但是也有可能自己不对啦 就是可能自己知道他的性向了 然后 但也发现他的意图就是 有点姿色的男生 就会这样拍一下 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可是也很难去定义 所以应该是要讲出来 骚扰人的那一方 当然是他品德有问题 那被骚扰的我觉得有一半应该是 我不能说是全部自己的错啦 不过有时候自己也要稍微检讨一下 我觉得啦 两兆的说法可能都有点道理 可是我觉得其实鸡排妹 他会这样大张旗鼓出来开记者会 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可是就性骚扰的定义来说 可能双方的见解不一样 所以可能就会有些误解 我觉得陈诚哥应该只是想要鼓励他 或者是一个礼貌性的hug之类的 可是也许鸡排妹他当下的反应 可能他不是这样认为 可是我猜想 这个过程并没有要性骚扰的那个意思 如果鸡排妹的事情是真的 我们要挺他 对就是不能因为 不能因为说他的作风怎么样 我们就认定说是怎样的状况 只要一旦有发生性骚扰的行为 这就是不对的 这个就是要遏制 我之前有个同事 他也是被主管有性骚扰的这样的状况 他坐在主管的副驾驶座这边 然后就被摸大腿 对啊 那的话他就是当下就是赶快用包包 保护他的身体这样 然后并且有喝止他 所以主管就没有干怎么样 这个民众 我觉得现在的民众 其实脑筋都很清楚 大家都讲得很好 那请问三位 对于街坊这些民众的说法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被害人 他如果说是身为这个性骚扰的被害人的话 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还是可以被认为这是一种收集证据 比如说第一个 一定要先去详细的记录 事件发生的人事实地悟 就是不要只是很空泛的说 他就是会性骚扰 必须要有这个详细的时间 那另外也可以记录这个阻止性骚扰的 所有的试图阻止性骚扰的一些尝试跟做法 那还有自己的感受 这些都是可以做记录 那另外转告他人这些事情 然后并且就是转告的时候的一些情绪的发泄 其实对这个在认定性骚扰上面 都是一些可以拿来做补强的一些证据的方法 那至于如果我们是第三人 我们是没有相关的跟这个性骚扰的事情 无关的第三人 我首先就是一定要拜托大家 不要检讨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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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检讨被害人是经常看到的状况 那其实像这一次的这个鸡排妹的事件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不支持 不是支持鸡排妹这边的 大部分也都在指责这个被害人这一方 就是鸡排妹这一方 那这个是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做的 因为这样其实会减少 就会让大家 助长 对 会助长这个性骚扰的这个状况 而且更会让被害人 更不敢把这个状况讲出来 对 有时候碰到这种性骚扰 被害人可能就会在 就像这次的鸡排妹的事件 会不会就在想说 是不是我穿得太暴露了 是不是我当天的言行 或是我过去给人家的印象太随便了 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自责的可 这种倾向 云婷 其实刚刚听到民众这样讲 有些部分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其实大家看一些事情 不再是只有看一个层面这样子 对 那其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这几年都有在推在学校体系 有教我们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 都要怎么做 要说不 可是其实很难 后面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可以在提醒大家 可以做教育的 是当下尽管我们没有说不 那是不是事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寻求协助 对 对我觉得这个协助非常的重要 你这个协助你可以是寻求是 像是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讲 你可以跟老师讲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讲 跟你的亲友讲 任何一种协助的方式 能够让你去选择你自己觉得舒适的方式 就是去讲出你不舒服的内容 那刚刚也有人提到说 那为什么不提告 提告牌呢就是一个 感觉是有证据性的事情嘛 但我都一再的是觉得要尝述 一个观念是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 去对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做一个表达的方式 可能对于记牌妹来说 这个东西的方式 才是他最能够抒发他不舒服的方式 对 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 就是我隐忍不讲 放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我去跟我的好朋友讲 那是对他来讲最舒服的方式 所以每一个人方式都不一样 对我觉得应该是最后要讲这个 议员 我会觉得其实在当下 最重要还是保护自己 那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处理方式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你面对这个状况 你就不要有任何的笑容 有时候其实 或是不要有任何惊慌的反应 其实很多时候骚扰你的人 他是想要看到你 比较脆弱的那一面 或他觉得弄你很好玩 那再来第二个 当然是迅速的离开现场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 那个现场持续的逗留 因为你还在思考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在这个状况下 他就有可能会继续对你上下其手 或是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 所以迅速的离开现场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是 也要赶快找一个你信任的人 你最好是把这些话可以清涂给他 那我觉得这样人的心理压力 就会比较OK 比较不会这么样的有压力 那在这个状况下 你的情绪获得平缓之后 你才可以去思考下一步 我到底是应该要提告呢 我应该要报警呢 还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就我觉得这样三个阶段下来之后 我们自己本身女生的心理机制 也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保护跟结果 对 谢谢三位 今天精辟客观的一些看法 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参考 谢谢三位 那也谢谢您收看行动法庭 最末年终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牛年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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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